豆腐很燙,慢點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學的鮮蝦豆腐寶 沒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動手哦 古老澱粉的豆腐下鍋,煎至表面金黃 我覺得愛你的人就會想把所有好吃的都給你 一層一層的鋪好,淋上醬汁 散發著新香的熱氣,有一股溫暖人心的力量 快速給愛的人吃吧 一個優質的男朋友怎麼能不會做蘆蝦椒呢? 我買了一個有我半個人高的庫拉索蘆蝦 其他品種的蘆蝦不可以這樣做哦 先把邊爛削掉 撕開它的外皮 底下的那層不好撕,我們用刀劃看 切成小丁,放進清水裡洗去大黃素 這一步要多清洗幾遍 倒入破壁機裡打碎 這個時候一定要有耐心讓它慢慢的過濾 加入一點玫瑰醇入,凝膠形成劑還有抗菌劑 不停的攪拌20分鐘 然後靜置上兩個小時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冰晶透明的狀態 倒進罐子裡 用的時候記得在耳朵測試一下會不會過敏 冰冰涼涼的,曬後胸部特別好用 快做給你愛的人吧 試試看夠不夠入味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腌蘿蔔 沒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閨蜜動手 我聽說蘿蔔腌得好,對上不會跑 料汁的配料超簡單 糖,水,醋 放進地下冷藏就好啦 開胃爽口的腌蘿蔔,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學的烤豆花 沒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喔 生抽,紫蘭,椒鹽,還有辣椒麵 我覺得夜晚的正確打開方式 你開電腦,我去做燒烤 150度,20分鐘 大夜嘴長的時候來上一份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被刷屏了一整年的烤牛奶 終於還是給他做了 快讓你的男朋友做好筆記 沒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喔 需要的食材真的很簡單 我都打在屏幕上了 最關鍵的一定要用小火 倒進模具裡,放進冰箱,冷藏三小時 脫模的時候,可以先用刀子敲下冰邊 刷上雞蛋液,放進烤箱 180度,25分鐘 表面有燉Q彈的奶皮 裡面嫩滑,奶蝦濃郁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蝦的吃法千千萬,小景做了一大半 蝦挑幾隻大的開杯取蝦餡 剩下的打成泥 加入料酒,黑胡椒,蛋清,稍微醃裂 蝦泥和土豆泥加入植樹碎,拌在一起 揪起一坨,壓成餅狀 裹上一層澱粉 把醃製好的蝦蓋上去 稍微壓一壓實,撒上蔥花 鍋裡的油要多一點 煙煎便把油淋在蝦的身上 前幾天在評論區有人想喝草莓牛奶了 光光草莓又太單調了 再來點藍莓,擠上奶油 炸到像這樣,焦香酥脆就可以了 這樣做出來的蝦肉特別的脆 土豆餅裡還帶有芝士的奶香 再長上點自己喜歡的醬料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全部都是用一個鍋做的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學的炸鍋煎紙餐 沒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哦 用的就是這個新收到的九陽蒸汽炸鍋 雞腿肉去骨去皮改花刀 加入屏幕上的調料,醃脂15分鐘 放進九陽蒸汽炸鍋 200度20分鐘 還有玻璃的可視窗口 可以隨時看到食物的變化 再來烤個巴鯊魚 配方在屏幕上嘍 選擇蒸汽烤模式180度20分鐘 一個鍋就能做完的簡直餐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這兩天發現她在咳嗽 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真的要照顧好對方 所以今天是男女朋友都要學的雪梨銀耳中 沒有男女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哦 用勺子把禮儀挖成一個碗 放進銀耳,枸杞,還有去核的紅棗 兩三塊冰糖 蓋上蓋子,燉半個小時 在這乾燥的秋天裡 作為往清甜潤飞的雪梨銀耳中 給你愛的人吃吧 上次三黑粥火了之後 有很多人私信我,還有什麼適合女生吃的 所以容易手腳冰涼的女生注意嘍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學的紅糖糯米飯 沒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哦 拿順序鋪塞紅棗,葡萄桿,枸杞,糯米,紅糖 然後再重複一次,記得要壓實哦 倒入開水,沒過食材 放進鍋裡,蒸上一個小時 天氣漸漸變軟了 快做給手腳冰涼的她吃吧